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如何从这个单元 当然就是怎么样从网路上下载资料 那第一个的话呢 比较简单的方法 一般我们前面的做法大概就是 如果能够录制聚集再来修改 当然会是最好的 不过录制聚集再来修改 它有个缺点 就是效率其实基本上比较不好 而且有些资料还没办法下载 那我今天第一个呢 请各位等一下先下载 股市当日行情表这个范例 那这个股市当日行情表里面呢 基本上我们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网路 就是雅虎股市里面提供的这个股市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什么一键完成 它可以把当日行情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那个雅虎股市这边 所以你如果要找那个假设把股市资料 比如说你每天都希望下载那个股市资料的话 那雅虎股市呢 它提供一些开放的资料 你可以从那个雅虎的首页里面 进到股市 股市里面的话呢 这边有个当日行情 那当日行情里面有这么多类股 总共好像我记得三十几种吧 那如果你希望呢 比如说呢 水泥类股 自动就帮你把这个水泥类股 直接就全部的资料 你一键就可以把它下载到你的ESL里面 你不需要说连到网路上面就可以看到 它自动帮你下载并且存到ESL里面 那每天的话 如果你每天一打开更新一下 它就会把旧的删掉换新的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每天每天记录下来 也可以你就不要删掉 把它留下来 也可以有一个历史资料 那我们要怎么能够快速的一键 把这些资料全部完成 那以往的做法 你也许就选取它 然后怎么样 把它选起来 按复制贴上 贴到ESL OK 不过你可能如果要用复制贴上呢 你可能要做三十几次 那如果我希望能够怎么样呢 一键完成全部资料的下载 那这边的话该做哪些动作 当然第一个呢 前面我们讲过了 第一个 我们先建一个清单 所以呢 你们待会 把那个股市当年行情表的这个范例档打开之后 里面就有类股跟网址 那这边我已经帮各位做整理了 以后如果说你要下载某一些网站 网站的名称 跟网站的那个UIL 就是它的网址 你可以把它分两栏 A栏就是它的名称 那我们是类股 B栏的话就是它的网址 那网址基本上 我们是利用什么 直接到Yahoo里面 那你点选它 这个地方上面就有个网址 我就把这个网址怎么样 把它放到这边来 一个一个的 每个类股 当然不过前提 你还是要先做一些前置作业 但是你只要做一次之后 以后这个清单就建立好了 当然还有更快的方法 比如说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可以更快的把 这个类股里面的网址 全部叫出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 这个 我用Chrome浏览器 你可以按好像F11吧 F12的话你会发现旁边会显示出什么 它的它的那个就是原始码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原始码里面 或者按右键也可以 右键里面也有个什么呢 有一个检查 或者是你可以呢 显示 按右键里面也显示原始码 那你按右键检查 你会发现这边也有超连结 那有些同学之前 你比较花一点时间 就是你可以把这里面的所有超连结 把这个原始码抓到 比如说可能Word Esser里面 再把这个超连结 把它抓出来 但也可以 方法很多 如果当然有更快的方法 如果比较没有更快的方法 你就点击它 它上面有个网址 再不然你不用点击啦 直接按滑鼠右键 这边有个什么 复制连结网址也可以 你就不用点进去了 它上面的连结 它也可以让你做复制 那假如说呢 我这边已经帮各位建立了 这边所有类鼓的名称 跟它的网址 那我希望怎么样 希望一键完成 就是按下某个按键 它自动帮我怎么样 自动把这些类鼓 全部都下载下来 并且帮你新增一个类鼓 就自动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比如说水泥 那我就在这边水泥 把这个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把这个网址里面的资料 下载到这个工作表里面 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直到全部帮你下载完为止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办 那我demo一下 我这边 做法上面 我们等一下可以分成 总共五个步骤吧 这五个步骤里面 第一个比较简单的是 批示新增工作表 这个批示新增工作表里面 实际上我并没有真的下载 我只是怎么样 按下它 我希望自动帮我产生 这边总共有33个 扣掉标题栏位名称的话 总共有33个 按下一键 按这个 第一个按钮是批示新增工作表 按下它之后的话 自动抓这个名称 建一个新的工作表 换下一个 直到全部 OK 那这个好像前面有做过吧 还有印象吗 批示新增工作表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批示新增工作表的话 那我的来源是从第二列开始的A栏 那我可以跑个回圈嘛 所以我这边的话 第一个 我们可以批示新增的话 那你可以 我把这个 在云端上也有这个程式嘛 那里面的撰写方式的话 第一个 这个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当然第一个先插入一个程序 在模组里面插入一个批示新增工作表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一键完成先新增工作表的这个流程 那当然我的 这个名称来源是从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我们可以扶I等于第二列到RangeA2的最下面一列 那因为我这边有多工作表 所以通常会在前面加一个工作表名称 然后NAS 那再来的话呢 取得这个名称 所以这个好像前面也讲过 这好像上个礼拜批示查询里面 抓到哪一个呢 把水泥这个名称怎么样 把它直接抓到X 所以我们后面水泥就把它搬到在X里面 再来做什么呢 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所以会有需要一个 shits.add add到哪里呢 到这个当第一个的后面 所以after shits.add 如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一个的右边多一个水泥 那换下一个 就是食品 一之类推 OK 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复习 前面有做过 所以往后呢 如果你要批示新增大量的工作表 你只要有个清单就可以了 OK 第二个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样 第二个可能你需要什么 删除旧工作表 那把旧的工作表全部删掉 留第一个 这个上个礼拜也做过吧 应该还有印象 所以按下去 全部删掉 那这个的做法 基本上呢 一样嘛 for I 我前面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要删除工作表的话 记得从后面删回来 所以我从什么 蓄点抗 我先把那个刚刚新增再新增 新增回来好了 那删除的话就是最后一个 蓄点抗就是这个总共有几个 比如说这里面的话 总共我有 假如说我这边里面呢 假如我有34个工作表 那我就从最后一个34 删除直到哪一个呢 333 就是从这个34 33 那倒过来删除 它不会影响前面的 所以基本上呢 我就把这个地方34 一直删到第二个 剩下 这个最后一个不能再删了 所以我可以蓄点抗 减掉2 那记得 step要-1 -1的话越来越少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哪一个工作表 所以用这个是一个数字 比如说你这边的话 先抓到是34 然后就是把34 那个工作表怎么样 把它delete掉 所以点delete 34就删掉了 换下一个 那因为你step-1嘛 所以它会越来越少 再来变33 33删掉 32 一直删到 32 没有了 有没有 所以跳了 不过呢 因为删除 每一次都会跳那个learn dialog 有没有 那个是否删除 所以我们可以在开头跟结束的地方 把它设为 设一个开关 然后让它开关把它关掉 那再来的话 当然第一个 这个跟前面的部分一样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如何下载那个网路上的资料 所以网路上的资料 怎么下载 当然好 我们可以利用 这个Excel里面有一个功能 资料里面不知道 各位没用过 从web的功能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你有个资料 在网路上面 那你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通常会用一个叫资料 从web 那你从web 基本上当然第一个 你需要给它一个网址 所以比如说 我做一个demo 第一个我们加入一个这个空白的工作表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要下载什么呢 比如说 Yahoo股市 所以你们等下自己找Yahoo股市 那这个从web 那这个从web 这功能其实还蛮好用的啦 不过它有几个缺点 第一个 它的速度蛮慢的 抓一个可能要等好几秒 抓下一个要等好几秒 OK 那有没有快点 当然有啦 我们会后面还会介绍另外两种 不过另外两种难度更高 今天的课程其实是真的有点难度 不过至少啦 我有把完成的原始码都放在网路上 你至少啊 如果你有些细节 假如是一下子没办法理解 没办法 至少你可以run 将来你可以用修改程式来达到你要的目的 那修改的同时 你也稍微注意一下里面到底有哪一些东西 那首先当然 如果我们要下载网路资料 最常用的是资料里面的从Web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假如你要下载某一个网站 比如说我们下载那个Yahoo股市好了 那请各位 就先把那个Yahoo股市的网址 从那个这个地方复制 再切到哪里呢 切到Excel里面的这个 资料从Web 然后一个到 这个时候呢 这边按确定好了 那特别注意 在Excel里面呢 它有点像 它把那个IE浏览器给帮你把它包进来 包进来之后呢 让你可以在这个画面里面呢 找到你要下载的什么呢 的表格 特别注意哦 因为这个资料 从Web 其实它主要是用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叫 Query Table Query就是查询 Table就是表格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网页里面呢 假如它的结构 并不是表格的话 那也无法下载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它的网页里面 刚好那个东西是表格的话 那当然可以下载 那如果不是的话 就无法下载 OK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一个表格 各位可以看到哦 如果它是一个表格的话 它会在它的那个表格的 这个左上角会出现 有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就说呢 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要下载哪一个范围的表格啊 那比如说我要下载这个范围 请你把这个打勾一下 它会出现有一个打勾的一个符号 这个时候你可以按一下贿赂的话 它会帮你把你打勾的这个表格怎么样 给贿赂到我们的 哪里呢 我们的这个sale里面哦 OK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打勾按个贿赂 不过呢 等一下请各位注意一下 但是呢 所谓的道高一尺 但是磨高一尺 不应该是磨 呃什么 磨高一尺道高一丈 意思是说呢 你要下载它 但是雅虎哦 它已经知道你要下载 所以它做了什么 它做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呢 它把它保护起来了 所以等一下 各位注意一下哦 等一下你虽然要下载这个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哦 它出现的讯息 会变成这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还蛮妙的 按费入哦 你会发现哦 它问你说会变到哪里 A1就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它正在帮你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 看一下 它下载到什么东西 给它 不过我刚讲过了 因为从网络上下载 如果你用那个资料 从web 它的缺点 就是怎么样呢 它会哦 诶 delay的蛮久的 诶 不过今天很奇妙 之前旧的版本哦 下载 诶 奇怪 会下载到那个另外一个表格 诶 奇怪 现在新的版本反而正常了 诶 到底是 版本的关系还怎么样 ok好 假设啦 如果你将来如果使用那个2010 以前的版本 好像会出问题 不过新的版本 却又正常了 没关系 至少啊 我们知道说 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帮我下载 所以接下来我可以怎么呢 利用之前讲过的 如果我这个功能ok 那你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录制聚集的方式 所以一样哦 假如说呢 我希望呢 先产生单次下载 再产生批次下载的话 那我们第一个 可以开发人员里面录制聚集 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参考 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这个单元08 第八个单元 下载网络资料里面的 股市当日行警表的程式码 那我这边有稍微说明一下 你可以从底下这边有一个录制 录制什么呢 1从web 2把那个网址贴上 再来的话呢 分别做什么 因为我有A栏不需要 所以把A栏删掉 自动调整栏宽 再来呢 取消选取 可能有这些动作吧 所以分别呢 我做了有四个动作 那你就分别把这些呢 录下来 然后呢 再把它 这个这个 存一个sub 我们再来利用这个来做修改 所以1 我这边录制一下 1 我们先建一个 把刚刚的动作demo一下 2的话呢 再来就录制聚集 聚集名称的话呢 我叫做股市下载 那动作记得 你可以参考一下 1 2 3 4 然后在上面再加注解 所以我有四个动作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给各位1 按确定 2的话呢 这有一个一样的名称 我换加一个2好了 OK 好 1 我先资料 从web 2的话呢 去雅虎股市上面 找到水泥类股的网址 复制之后呢 把这个网址贴上 到 再来怎么样呢 打勾这个 贿入到哪里 A1 按确定 那因为呢 贿入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 A栏 是我不需要的 所以我多做了几个动作 1 把A栏给删除 2 栏宽 它的这个宽度 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可以让它自动调整栏宽 那最后的话呢 再取消选取 所以录完之后的话 大概就是会长得像我们 这个云端上面看到的 这个 录制一个股市 那不过录下来的这个呢 它只能抓你现在的那个网址 可是如果你将来会有 其他的33个 那是不是说 你干脆写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 它的网址 替换一下 替换一下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 那个 一样 那些其他的网址 全部给下载下来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了解一下 这个股市 我刚刚 1先下载 2删除 A栏 因为A栏不需要 然后呢 再把这些 栏选起来 设定栏宽一下 不过这个非必要 已经栏宽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来 游标点击这边 最后你可以 开发人员把它停止录制 那你可以再到这个 这个据集里面看一下 刚刚录下来的 股市下载 里面的话基本上呢 就是这一些 那你自行在上面 再加上注解 那你会发现 第1个 这个地方 这个 第一个就是 Credit Table 第二个就是 我们如何删除A栏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 删除A栏 这两行吧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Auto Filter 自动调整栏宽 所以我有选取 这个地方 第三 最后的话呢 就取消选取 OK那请各位 稍微了解一下 这样的逻辑 最后我希望呢 每一个每一个 批示的 下载到我的 这个Excel里面呢 该做哪些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先了解一下 那个Excel里面的 资料 从Web 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资料从Web的 这个功能 延伸出去 就可以帮我 批示下载我要的 这些资料 那么 谢谢观看